你们一个人旅行了 不会录的话 就记得问人就好了 因为这里是有志工带录的哦 不怪得他们说 台湾很适合solo trip 原来是真的 你可能没有去过这个国家 但你不可能没有喝过珍珠奶茶了吧 问了很多身边的人 如果一个人旅行应该要去哪里 很多人就告诉我说 台湾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一个女生带着一个行李箱 这次的台湾之旅呢 我就要飞去台湾找出 为什么台湾适合一个人去旅行啦 嗨 大家好 我是三 感觉太大声了 我是珊珊来自的珊珊 欢迎收看 有上吻随 我现在是solo trip 其实这一次呢 为什么会来solo trip呢 嗯 就是冲动买了飞机票啦 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觉得 嗯 我要每天自己在家里做工不了 不能 我要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啊 so far我的感觉蛮好的 自己check in 什么都自己来 现在呢 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很厉害就对了 赶着这个Oxswag bag呢 好多次了 我在小红书呢 已经和大家推荐过 它的格子超级多以外 还可以挂着lages的 我知道好像很多bag都有 可是呢 条线呢 它做得很紧 灰的时候呢 不会掉来掉去 我觉得这点很棒 今天的机场穿搭 裤子呢 有很多bockets 自己一个人旅行的时候 非常方便 把手机就可以直接放在这边了 自己一个人旅行呢 只有两双手 蛤 这是两只手吧 Ryans 匆匆 为什么你会在这个飞机场上 你为什么会买过同一样的机票 自己solo trip的 哪一只的 在飞机上遇到熟人 太巧了 太巧了 本来很孤独的 哪一个人在那边坐着 这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你们可以上镜了吗 不能啦 刚刚呢 我就在排队 然后我就来 为什么有一个人唱歌 叫像Ryan呢 不敢挽过去哦 我怕他觉得他唱的很难题 对 Mai 你是去比赛什么 阿庆的比赛 FIR阿庆的 哄一下几句 哭不到死掉啦 我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 哇 我要不要 对 甚至你有信心会赢这个比赛吗 呃 希望哦 我们赢到了就可以输到了 在台湾 我们赢到了就可以帮我们做一首歌 不信哦 加油 加油 飞机场呢 就像一个转折点 有的人呢 为了自己唱歌的梦想 有的人呢 为了这一个很想念的人 而我呢 为了做一件一直以来都不敢做的事情 接下来 我又会遇到怎样的人咧 我终于成功抵达台湾了 超激动的 刚刚过关的时候 你知道我看到谁吗 我又看到了我一个优大的朋友 好了好了 这一次solo trip 幸好有很多人的噪音 有问题的话可以找他们 我昨天呢 我在club买了一个悠悠卡 我要去哪里拿叻 原来是在外面成功 拿到我的悠悠卡了 账是15块 加买400台币的话 马币呢 我是用了73块 现在呢 我要走去捷运站了 确保了什么东西都拿完了 哇 好像是一个冒险之旅 这样 如果你们不想要买悠悠卡的话 这里也有收票处 来到机场捷运站呢 有两条连 选紫色的express line呢 可以更快的去到台北市中心哦 台湾地震突然间稍微停下来 可是我没有feel到有震啊 你们一个人旅行的 不会录的话 就记得问人就好了 因为呢 这里是有志工带录的哦 不怪的他们说 台湾很适合solo trip 原来是真的 还有呢 如果你们在club 消费club买悠悠悠卡啊 用我这个promocode的话 还有5%的discount哦 反正都有的扣水 记得用上哦 台北车站有很多静止的地方 他们还可以在这里练舞耶 很excited 这是新的东西 那个心脏蓬蓬跳了 好像恋爱了的感觉 知道你们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吗 这个台北车站真是干大 走了好久 都还没有找到出口 啊 我又来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大城市 耶 耶 我找到我的亲女了 超这个楼梯是有够远的 幸好我只是带一个 cheekhegy的luckage wrap 味很重 味道还蛮香的 年键中 请上后 这一家亲女呢 我是直接在他们官网 预定的会更加便宜 换坨鞋 周末大概一碗马币百一块 擦卡片 你们看我今天树好小哥 原来这个是镜子来的 是真的还蛮小些的啦 一眼看去就是只有床罢了 我要保持安静 所以我不敢抢太大舌 幸好它还有镜子 可是还是蛮干净的 这点很贴心 还有干湿分离的厕所 然后还蛮干净的 你们看 厕所的数量也很多 很好很好 不用抢厕所 好我在这里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先讲它的好处 环境呢其实还是算 cozy舒服的 stuff呢也是非常的热情 可是呢我住了两天的亲旅过后 也是发现了一些小问题啦 如果有人打呼的话 你是会听到的 如果晚上的时候 你会比别人闲睡闲 可能是会被吵醒啦 还有呢就是我是那个很常 旺东旺西的人啦 厕所是共用的啦 所以每一次冲凉啦 或者是刷牙的时候 我就会很常忘记拿全部东西 时候呢我会忘记带毛巾 有时候我会忘记带牙膏 来来回回 我要走非常的多轮 只是我的那个空间的话 就我可以随时走动 不会讲很远啦 可是还是有一些距离 然后每一次走进房间的时候 也是要非常的小声 要非常的轻 你问我会不会再住情侣 看大家的预算吧 可以出门了 我的hotel附近呢 离地铁站很近 现在呢我要带大家去吃 乳肉饭 要来到南门市场 听说这种网上推荐的哦 通常都是本地人不会去的 好啦好啦我就是游客 本地人你们会来吃这一个的吗 沙马边餐 沙马边餐 平常吃马来西亚的乳肉饭 跟这里的差别真是好大哦 这里的乳肉饭好像是一个家常边饭 肥肉好多哦 一进到口过后 它就立刻融化 小小碗 40台币 台湾的街上很干净 还有哦跟你们讲 我搭地铁的时候 看到很多台湾女生男生哦 都很帅很美耶 这个啦 这比较多人 我加了一杯 柠檬桂花青 好酸哦 可是很简腻 走去看一看7-11 有什么好东西吃呢 刚刚那个乳肉饭讲 真的吃到有一点点不是很过瘾 好现在来吃一个羊肠 啊包子耶 这里是惊烟 没有讲不可以吃Hot Dog吧 没有想到7-11的Hot Dog就好吃 这个是原味的 麻辣的 卖完了 好像是烟酥鸡耶 没有看到 今天再见 OK 晚安 在台北的第二天 今天呢才算是真正的 Explore 台湾 有网友推荐我吃台湾的饭团 昨天呢 我就是住台湾 新女 她的戈壁就有要装店 后面就有一个卖饭团的 那我需要赶一下影片 我买一个饭团 天冲冲机 Let's g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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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谢谢 这里有卖各式各样不同口味的饭团 有哪一个推荐的 这个 有一点点辣好吃 一点点辣 可以 那一杯送给你 送给我吗 可以 谢谢你 谢谢 最后一杯 台湾人早上都吃饭团 都吃饭团 每年都来买 你是哪里 我是马来西亚 谢谢你 我的肉酥是最好的 好 可以可以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谢谢你阿姨 拜拜 拜拜 这杯阿姨送我的 好好哦 豆浆来的 是50元 哇 我这样子拿起来还热腾腾的 嗯 好喝哦 这个豆浆 豆浆很浓哦 味很甜 来 饭团真的是超大力的 他自己讲他的肉酥是最棒的 我来我试看前 米饭团 纸米是暖暖糯糯的 这个饭我是给满分 它蛮好吃的 我以为会还好 鲨鱼真的是很香哦 没有想到一个普通的早餐店 那么好吃 很健康 它没有过多的调味料 里面还有鸡蛋哦 我觉得我吃不了 可以分两餐吃 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 里面这个是油条来的 肉酥油条鸡蛋 外面呢就裹着一米 这个早餐很爛 又买了一首药杯 是普通奶茶 不敢再叫奇奇怪怪的了 一个人来旅行哦 其实难度还挺高的 拿镜头不要拿水 还要看MAT 其实呢现在哦 已经是进入台湾的夏天了 现在温度我觉得应该是28度 不会很热 会没有大太阳 好多人来管 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 我一直在穿一桌哦 我同色的姓夫 是觉得很厉害的 西门丁这一条街呢 很像韩国的民洞啊 如果跟朋友一起来的话 真的是会很疯狂 有衣服的啦 化妆品也是有 面膜也是有 喝很多很多啊 你觉得我拍他会跳得更卖力吗 小碗是60元 大碗是75元 好浓哦 放了好多辣椒在里面 大家讲哦 这个阿虫面线是游客吃的 我就是游客 有没有蚝哦 嗯不是是大肠来的 大肠是没有味道啊 嗯还蛮好吃的啦 早知道是叫他多加香菜 他给很多大肠 可是呢 在里面是没有看到我啊 我昨天呢 不是有跟大家讲哦 我飞机场遇到我的 有大朋友嘛 他刚刚呢就约我 大家就陪我一起去找到嘛 我Solo Trip不再孤独了 一个人旅行的好处呢 就是哦 你想要几十亭就几十亭 想要拍什么就拍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人旅游的自由 在台湾真是太适合一个人旅行了 你们有MRT超级方便 到了 这艺术馆呢是六点关门啊 我要快点进去啊 不然还可以进呢哦 对的 现在我来到了台北当代艺术馆 可以入镜了嘛 原来你也是拍Vlog哦 Solo Trip不孤独的哦 是我介绍一下 Suzuki 你好你好你好 很开心啊有办了 你们进去看了啦 没有 还没有哦你不懂 我到杀未来耶 啊靠近吗 啊咩这边卖了啊 哦那上来就是啊 啊啊有很多我看不懂 你也看不懂东西 所以呢不怪的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你吃一家夜里吃条铁嘛 所以呢如果你是艺术卡的话 你应该会喜欢这里 你们是要预备了要吃很多了是吗 可以哦 你不要等下吃不下哦 是 可能很快 你是小鸟而已 对 我们就来看看下里面是有什么东西 吃吧 每次来到夜市呢 就太多档了 不知道是什么 好多人哦 嗯好处哦 好吃 你看 它很鲜嫩多汁 专业的 没有没有 专业的 这个很好吃 哈哈哈 很香耶 嗯 后面有那个臭味 是吗 赞 推推 台湾真是太多美食了 我感觉我要做5KG回去哦 先吃我最期待的臭豆腐 我们没有很期待啊 从来没有吃过臭豆腐 没有 好像有也是以前在台湾try过 我不是很喜欢 就觉得普通啊 普通的豆腐吧 臭豆腐很丝耶 不像美来西亚这样子尴尬的 是我的花生煎 它没有这样脆哦 是 应该是要趁热食才啊 有有有有 要吃吗 你们 不要了 不要了 你呢 也不要吃 可以啊 我是喜欢 我还不亏了 我还很恨 可是它里面是有包子 我喜欢臭豆腐越臭越好 它臭味爆出来 很爽 很可怕 要听说 哈哈哈 第二次尝试臭豆腐的人 哈哈哈 它臭味会爆出来了 有 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吗 可以 它吃哪里 哈哈 所以好怂恿别人吃的方法 就是说好吃 它的果凍好大个哦 来你们吃一口芋圆 爽啊 还叫我给我挂冰 这是麻糬冰 倒倒 可以可以可以 麦香看起来还好啦 哦 my god 哇操也太大个猪了吧 那边就去 摸一下 你看看 欸 它吃吃的 那小孩子摸了 他讲 猪啊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大巴士呢 超级方便 然后很快到 有一个app 所以还可以check 它几点来了 台湾公车通 可以下载这个app 因为公车比较便宜 谢谢Marty 而且不坏啊 不坏很准 吃凶了 第一次大公车 台北彩虹站打卡成功 刚刚的彩虹街 走前来一点点 就是这个红楼屋了 然后呢外面呢 是有各种各样的市集 大家可以前来逛逛 好啦 在这里散吗 分道扬镳啦 是 谢谢你们两个 陪我了一个晚上 感谢感谢 在台中小心啦 OK 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就记得给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 粉丝小伙小铃铛哦 他们的IG 我放这边 拜拜 我一个人也是很厉害 这野饭是透明的 拜拜 不爱不爱 幸福 我是活得太快乐了 如果你也想成为 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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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